电视剧楚桥传正在热播中 楚桥和燕巡就要逃回燕北了 可哪里想到的居然被抓进了大牢 两人患难与共 共同度过了牢狱之灾 燕巡继承定北侯爵位 被幽居在长安三年 现在一起和小编看看楚桥传第29到30集剧情分级介绍吧 楚桥传29集剧情介绍楚桥传楚桥并没有死 只是宇文卓想让宇文越觉了对他的念想 才营造出楚桥已死的假象 楚桥凭借高超的武艺一力拦下 他所用的是宇文家的武功 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江湖露术 肖玉对楚桥的死产生了怀疑 楚桥传30集剧情介绍燕巡继承定北侯爵位 被幽居在长安 他忍辱负重 只等着有朝一日时机成熟 报家破人亡之仇 燕巡现在已经不是高高在上的世子爷 图有一个定北侯的虚名而已 宇文怀带人来挑衅 将燕巡屋里的东西都扔了出来 凌乱的散落在的 放眼一看都是一些简陋的生活用品 最后从屋中拎出来一个脸爆纱布的女子 正是楚桥 楚桥传燕巡为什么要杀宇文越 楚桥传宇文越最后有没有死 电视剧楚桥传燕北一家二十几口人几乎被灭口 而燕巡从小在长安城长大 加上母亲白生愿意一命抵一命 一头撞死在九幽台上 燕巡被为帝赦免死罪 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燕巡和楚桥被皇帝整整关押了八年的时间 九幽台上那一幕 让观众流了多少眼泪 就让人们多恨赵西风 当白生出来时 说出那一句我来燕 燕巡害怕的像个孩子一样呼喊母亲 爹爹和哥哥姐姐都死了 都被他们杀死了那一刻天地悲凉 让许多人再次红了眼眶 母亲的去世 那瞬间让燕巡没有活下去的理由 幸好楚桥对他不离不弃 他对燕巡说 哪怕像狗一样也要活下去 这要活下去才有希望 只有活着才能拿回失去的一切 为了等待燕巡代官继承他父亲的爵位 燕巡和楚桥被囚禁宫内 过着人不像人 像狗一样被凌辱的生活 他和楚桥相依为命 可以说楚桥在燕巡眼中 是最后一丝光亮 也是他唯一能够信任的人 在燕巡绝望痛苦的日子里 楚桥一直在鼓励燕巡要坚强地活下去 两人相互依偎 这个期间没有宇文乐 由窦霄主演的楚桥传日前正在湖南为精彩热播 随住前期青山院剧情的铺垫 本周剧情 人物关系进入了重大转折期 而迭血九幽台更是堪称全剧的高潮大戏 将楚桥传的悲壮分为轰托到极致 尤其是窦霄饰演的燕巡在九幽台开虐 以充满震撼力的表演打动了无数观众 在网络上掀起了众多讨论 随住楚桥传剧情逐渐展开 暗流中的家族之争 逐渐转移到明面的朝堂权谋之战 为帝多疑导致燕巡一族惨遭灭门 而燕巡上的九幽台才得知真相 不仅家人遭污蔑陷害 直面曾经好友的向他行刑 还眼睁睁看见亲人的头颅放在自己面前 因此愤怒崩溃到发出困兽般的嘶吼 奋力反抗解开枷锁杀向士兵和宇文怀 如此虐心剧情看的观众集体标内 狂呼哭瞎 心疼燕巡 而本周的剧情 将继续延续九幽台 预告中燕巡愤而仰天长笑 喊出母亲 一段早已让观众期待不已 经过九幽台前期的氛围铺垫 新一集的内容 将把燕巡的悲壮之情再度推向高潮 肃杀的气氛 让观众对燕巡的悲壮 痛苦 挣扎的内心世界感同身受 而窦霄爆发式的表现力 也不断提升了整体氛围 震撼力十足 不少观众已纷纷表示 支持燕巡黑化 转战燕巡 据悉 为了演好九幽台这段 窦霄连续拍摄了九天 因为情绪饱满 激动之下竟徒手掰断了木质枷锁 而窦霄自己也表示拍摄期间受伤是常有的事 甚至因为太过投入而未发觉自己受伤 也不会感觉到疼痛 直到收工回家洗澡的时候 才发现身上地上都是血 又因为高温天气 情绪波动至癫狂 两度晕倒几乎休克 事实证明 窦霄如此投入的表演也得到了大量观众的认可 有网友直言表示 楚桥传九幽台剧情 堪称人间炼狱 燕巡面对所有亲人的头颅 窦霄这一段演得实在是太好了 绝望 愤怒 悲痛 杀仇人而不能的无奈 先动观众的心 就冲着异常的表现 说窦霄是目前为止这部戏最大亮点也不足为过 随着剧情转变 窦霄也将燕巡这个人物的变化生动的呈现给了观众 从他前期的阳光 明媚 到遭逢家族剧变时的悲愤 痛苦 都通过细节表演极致的展现出来 他在九幽台上丰富的质感演技 更是让剧情和角色魅力大大加分 真正诠释出了燕巡 具有深度的内心宇宙 目前 窦霄刚刚结束了电视剧《时间都知道》的拍摄 由他主演的《海上墓云记》 《佳鸡如梦之海上繁花》 也将会陆续播出 期待斗霄未来精彩的表现 《海上墓云记》 《海上墓云记》